港獨亂港 私立社會 強烈險責 戴耀廷港獨言論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收到很多市民的反應 就是對於戴耀廷在台灣的論壇 發表一個港獨言論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份 我們都希望將市民的心聲 透過我們立法會議員 在議事廳反映 發表港獨言論 或者有港獨的朋友 希望他們停止一分國家 我們都收到很多市民 要求港大去延程戴耀廷 港獨問題 是沒有灰色地帶的 它的言論是會影響到很多人 它也是一個佔中的發起人 我們認為它不是單純 口罕罕地說這件事 而是它有企圖和意圖 實質地想推行港獨這件事 所以我們的議會 必須要有一個嚴肅的態度去表達 今天我會在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 代表建制派提出優惠辯論的動議 坊間有些說用這個學術自由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學術自由討論的話 其實有政反雙方 它在台灣是一個台獨的組織去做 而全程的話 所有人都是一致附和的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個學術自由 很明顯是一個鼓吹的行動 你會見到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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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見到什麼地方